明皇星从太阳系大行星中挺了出去,很伤心的成为了一个矮行星,它与卡绒的关系,也从主星克温星的母子关系,变成了双行星系统的兄弟关系,明皇星很有些不服,比地球和月亮,怎么就不属于兄弟双行星呢? 为了安抚这个小兄弟,我们还是给他来科普一下人类的一些规则和看法,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双行系统,一般来说,双行系统是纸恒星系统,两颗恒星相对于其他恒星来看,位置很接近,但两颗星由于质量相差,不到都行不成主星意味,两颗恒星只能围绕着空间一个共同的执行运动,这样就是一个双行系统。 宇宙中这样的恒星双行系统比较多,心地平线好看凑器,一里条条,抓成了探望冥王星,具有同样性质的行星系统,就称为双行星系统,但行星双行系统就比较少见了。 目前对于宇宇宙科学院认为,它的卫星卡绒,属不属于双行星系统,科学界还有争议,这是因为智星问题,除了星球之间的比例大小,还受到距离的影响。 木星的轨道质星,也在太阳表面之外,它又不是一颗恒星,不可能以太阳成为双星,所以这个双行星标准怎么确定,还在斟酌中? 但至少已经确定,冥王星与卡绒的质量相差不大,一个直径2300千米,一个1180千米,这是太阳系中行星与卫星之间差距最小的,冥王星的质量不足以起因卡绒,围绕着它转,只能两个人互相围绕着球体外的某个空间至新旋转,冥王星从九大行星中出名为矮行星,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 因为这说明冥王星没有轻功自身的运行轨道,而这是大行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,所以冥王星也不必委屈,你的降级和以卡绒成为兄弟是规则是然,没法子的是,何况人家说您做鸡头不做不美,你现在在矮行星当中,荣幸的当上了鸡头了,从一个摇尾巴的转身也变成了一把手,多记忆了,再说卡绒升级为矮行星, 你也大度些,为这个小兄弟高兴高兴,这样才显出大降风度呢。 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,它们不是双行星系统,月亮的直径只是地球的四分之一,质量是八十一分之一,地球引力比月球大六倍, 因此,月亮围绕着地球转的智星在地球内部,所以月亮只能是地球的卫星,而不是双行星,但由于潮汐力的作用,月球正每年离开地球三点七十厘米,终将渐渐远去。 在未来的几十亿年,月亮的轨道至新,最终将移出地球内部,而挣扎成为了与地球比肩的双行星, 但那个时候人类早已经不在地球了,就别掏这个闲心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